张华县后备旅 张华县长王惠美 26日下午前往西湖镇 大村乡及秀水乡等地区教育召集住点 慰劳张华县后备旅 教育召集训练弟兄 共计466人 受到长官及赵源热情欢迎 我想还是要再次利用机会 谢谢大家 这个可以说抛妻弃子 把手上的工作都放下来 参加我们政府所规范的教招 特别利用机会感谢大家的配合 不怕以外就怕万一 因为地缘政治的一个关系 确实稍微紧张了一点点 感谢大家又恢复我们过去 在军中的一些基本的一个训练 也希望说大家 透过这样的一个训练 平时的话也可以协助我们地方政府 做一些相关的公益 或者真的有必要 也可以做我们的相关的一个救助 那在这边还是再次的谢谢大家 王县长感谢大家配合国家政策接受教照 一起为守护家园努力 居民一条心 县府会全力建设美好彰化 幸福城市 做后辈弟兄最坚实的后盾 公益频道林义俊 综合采访报道